盗墓贼无意间挖出了一块石碑 竟然差点颠覆了日本历史 为何日本人对此却拒不承认呢 大家应该知道 自从秦朝横扫六国统一天下以后 秦始皇嬴政就陷入了寻求长生不老当中 为了长生不老 他集结了大量方式 吞下了数不尽的怪异丹药 事实证明 他不仅仅没有过得长生不老 反而因为吞入了大量丹药 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在这些丹药当中 有大量有毒化学物质 但那个时候的人对此并不知晓 这些方式炼丹完全没有任意的 几乎就是将所有自己能找到的药物 化学物品全都投入到其中 让秦始皇吃下 眼看自己一直都没有呈现的痕迹 他特意找来了徐福 要他出海替自己寻求灵丹药药 而根据史记当中记载 徐福出海并不是假的 反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当时徐福出海东部 不仅携带了大量奇珍异宝 还从各地找来了三千童男童女 这些都是为了要给海神献祭的 但是徐福走后却一去不复还 传闻徐福出海以后 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灵丹妙药 如果他回去 那么肯定会面临被杀死的境 反正已经离开了大秦 来到了东海 还不如自己在外定居 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原始社会 虽然有了一定的文明 但是他们还是处于极度不发达的条件下 徐福的道德 带来了大量大文化知识 不仅仅是中国古籍当中说徐福存在 在日本 每年都有高规格的徐福记 这说明历史史真实是存在 盗墓贼无意中挖出了一块石碑 却差点颠覆了日本历史 甚至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块石碑上 究竟写了什么呢 日本自古以来 就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不断 他们如今的文明 几乎都是唐朝文明的篡改 就连他们如今的名字 日本都是当年武则天赐予的 然而 现在的日本历史学者 却开始否认他们学习唐朝文化的真实性 2017年 西安物馆曾经展览过这样一块特殊的墓质 这块墓质名是一个盗墓给发现 而它的身份并不一般 乃是曾经尼君 他可是当时曾经出世过日本的唐朝使者 因此 在他的墓质名当中 记载了许多有关于日本的古老信息 尼君可不一般 他可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 因此在周边有着许多的附属国 然而 在隋唐时期 最强狠的附属国还是当属高沟黎 他们甚至曾经亲自向中原王朝发起挑战 因此 高沟黎曾经被李世民御驾亲征过 一度打的高沟黎不肯再放肆 而新罗则一直都没有二心 对待唐朝可谓是忠心耿耿的 当时的倭寇还属于弹丸之地 并不算是一个能放在众人眼中的存在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个倭寇竟然在背后 悄悄支持百计对唐朝发起了进攻 这让唐朝有些懵圈 一直都对我们扶手称臣 如今却如此嚣张 然而 就在我们对百计发起攻击的时候 百计的将军黎君忽然临阵倒哥 他帮助唐朝杀死了百计的过往后 受到了唐朝接见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他压根就是中原人士 盗墓贼挖出了一块石碑 上面的记载却险些改写了日本历史 黎君在帮助唐朝成功平定百计以后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他本身就是中原人士 之后 唐高中对他进行了封赏 然而 眼看百计失去了战斗能力的倭寇 不仅没有辅佐 反而召集军队竟然敢对唐朝发起进攻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倭寶 甚至不如如我们一个省大 在经历了白江口之战以后 倭寶元气大伤 而我们用到的军队 还不足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自从倭寶战败以后 整个国家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就连日本天皇身边都无人可用 他非常害怕唐朝对他报复 自许为神的后裔的天皇 在日本战败以后 竟然自动废除了自己的年号 这是黎君石碑上清楚记录的 日本天皇废除了自己的年号 就是代表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国家 自己甘愿作为唐朝的一个附属地 大量的百计人进入了扶桑 为了方便管理这些人 后来唐朝就将他们所在的地方称为了日本 也就是说 国寇一开始和日本并没有任何关系 我国是我国 日本人是日本人 日本人只是之前流亡至死的百计人 而根据日本自己的记载 他们是在公元701年开始采用 日本作为国家名字的 这和我们在黎君木制名上发现的时间分毫不差 在碑文内容被公开发布以后 日本学者跳出来说 他们不接受此假消息 然而迢迢都和他们对得上 大家认为这究竟是真实的 还是日本学者不愿意承认